在伊麗莎白醫院護士學校獨減護理系三年級的羅子薇 還有不夠三個月就畢業 她現在在內科部門做實習 她說公營醫院護士工作量大 曾考慮畢業後轉頭私家醫院 其實都有掙扎過 因為始終公立醫院是比較繁忙的 有時我們的環境是一個姑娘要對16個病人 至少有時可能20 令到工作環境都很大壓力 因為始終是人命 我們的工作 不過考慮到剛剛踏足社會 而公營醫院每日接收的病人較多 可以累積經驗 所以辛苦些都要捱 不對於有調查顯示 香港公營醫院護士對病人的比例 遠高於國際標準 羅子薇就說 往往因為護士人受不足 都知和病人出現誤會 有時想清楚和他們解釋 解釋完之後她可能未必明白 但我們可能要花額外的時間解釋 但我們手上仍然有很多不同的工作要做 所以有時會引起很多 不會覺得病人 為何那些姑娘好像不理我們 但其實有時真的很無奈 你真的可以面對病人的時間 其實真的很少 我們要和病人了解她的情況 時間真的未必足夠 她說公營醫院流失很多資深護士 新人入職後幾年又離開 不斷產生惡性循環令到她很失望 希望醫管局可以改善護士管理和待遇 避免護士架構因壓力和工作量過大而出現斷層 香港封頻電視記者黃梓遠報導